EasyGo的上网设定 在面板 上方面板这边有两台电脑 或者是网路的图示 你可以在这里按右键 选择编辑连线 EasyGo的网路设定支援 第一个有线网路 也就是如果你家里的是 要走DHCP或者是固定IP的 可以在这里设定 按下编辑 你可以选择我家里的是走DHCP 就是插上去 网路线插上去就可以直接上网 或者是固定IP的 你要设位置的 这几个地方 还有DNS 如果你是固定IP的 你要设定IP的在这里设定 那你可以选择自动的 这是一个 再来一个 如果你有无线网路 可以在这边加入 行动宽屏也可以在这边加入 加入3G的方案 有一些3G的手机可以上网的 可以 那比较常遇到的是 大家需要用家里ADSL上网的 请你在这边按下加入 选择DSL按加入 这边是使用者名称 以中华电信人来讲 八二数字小老鼠 这样子 那密码打在这里 你怕打错 你可以显示密码 假设是这样 然后按下套用 它就可以连线 那如果你需要每次开机 它自动帮你连线 这里打勾 不然你每次都要来这里设定 所以自动连线建议你打勾 那连线的名称 你自己可以给它名称 然后重点在使用者名称 如果你是其他的电信业者 你这边要打它给你的账号 这边打它给你的密码 至于其他的部分 通常不需要再做设定 你就要设定第一个地方 四个地方 第一个名称叫什么 自动连线打勾 给他的账号密码 弄完按下套用 这个时候你的网路应该会自动起来 如果没有起来 重新开机就会起来了 网路设定到这里